活了两百年才知道原来食物还有假的 一,花一块钱买瓶橙汁,倒进杯里,放一张纸巾进去搅拌 杯中颜色变清澈,说明里面含有很多色素,不能喝 二,把妈妈买的小蛋糕放在水里,一直揉搓,看看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这还敢吃吗 三,把蜂蜜倒在碗里,加入轮水,让碗朝一个方向摇晃,这样条纹的是假蜂蜜 摇晃后形状像蜂窝状的就是真的 四,热水中加入黄油,用筷子搅拌,黄油会慢慢融化 搅拌后是棉花状的,说明是人造黄油 五,准备一张白纸,把抹茶涂抹在纸上,真的抹茶有眼影的稠度,而假的没有 六,告诉大家一个秘密,只要你手机敲击屏幕的声音,是这个声音 说明你手机的屏幕没有被晃过,是原厂屏 七,头发燃烧会缩成乳团,说明是假发,真头发燃烧后是比较凌乱的 八,把维生素C涂抹在切开的苹果上,真正的能够有效减缓腐烂,而假的却不能 九,准备一个大冰块,把水晶放上去,真水晶会释放热量 十,指尖放在镜子上,没有兼具的就是双面镜,有兼具的则是普通镜子 学会快去试试吧,关注我,学习更多生活小妙招 学会快去试试吧,关注我,学习更多生活小妙招